上周做了一视频讲了讲CVT皮带的事 其中说到影响皮带寿命主要是高温 这个高温一个是CVT系统本身产生的热 再有就是热量不能够及时的散出去 导致皮带升温融化迅速的结束了它的生命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高温 今天咱们就看一下 这个就是30系列CVT的一个主动盘 我们看它的里边 这是一个类似于甩块离合器的一个甩块结构 但是它起的不是离合器的作用 它这个块外边包着弹簧 当这个主动盘旋转 随着转速提升产生离心力 它这个两个块就撑开弹簧 撑开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锥面 这里边也是锥面 它顶住这个面板 然后导致它产生一个横向的移动 这边是皮带 它也是一个锥面 挤压皮带产生这个转动 同时呢 皮带在这个锥面呢 可以上下的移动 实现变速的功能 但是这种CVT结构呢 它虽然简单 但是不像摩托车或者大一些的 比如说40系列的CVT 它里边是普利珠的这种滚动结构 而它呢是摩擦块 这种摩擦的结构 所以呢 在不断的变速过程当中呢 它就容易产生 并且积累热量 比如说我们在比较小的这个范围 经常这种暴力驾驶又得不到这种撞风的散热 所以离合器呢 就会迅速的升温 当达到了橡胶的溶点之后呢 那么我们的CVT的皮带呢 就会快速的融化 到达它寿命的尾声 所以正常的我们穿越的驾驶的话 其实可能你的皮带开几年都没有事 但是暴力的驾驶很快 车辆的皮带呢就不行了 比如说上周 我在赛道里边坐飞行圈 连续的坐了15个飞行圈之后 停下车 我就闻到了一股比较浓重的糊味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不得已还得要再把车开起来 然后匀速的行驶几圈 保持CVT的转动 而不让它进行变速 通过撞风 尽快的把CVT皮带的热量带走 但即便是这样的话呢 经常的暴力驾驶呢 皮带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快的 虽然呢皮带比较便宜 但是呢还是有办法 能够提升它的寿命 那么呢就是想办法要帮助它散热 我们先把这个主动盘给它安装 我给这个CVT的外壳前面开了两个洞 我找了两个电脑的CPU 5V的电压驱动呢 接上一根USB的线 然后给它做了一个架 正好借助发动机侧面 有两个这个螺丝孔 然后把风扇固定在CVT的外壳 然后我在这儿固定了一个 太阳能充电的充电宝 CPU风扇的进气效率感觉还是不错 我使用的太阳能充电宝 白天在户外 或者车就放在这个阳光房那边 就可以充电 所以我风扇的动力来源 基本还是绿色能源 下周呢到赛车场去试一试 再跑十几个飞行圈 看看皮带是不是还有糊味